前年12月24日平安夜 由致氏分子在元朗營點商場發起所謂和理性觸發掃亂 期間一名25歲男子被捕 並涉嫌在被制服期間撞傷警員大腿 他日前在品領裁判法院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 拒報罪就脫罪 裁判官陳炳就重判他入獄一年8個月 被告為二年25歲醫生張家齊 案發時為中文大學醫科生 裁判官陳炳就判刑時指 案件不懈實質暴力 但破壞社會安寧的脅迫程度高 涉及受眾及公害大 將非法集結分成暴力 而非暴力是無道理 經不起思考 陳官續指 被告當時穿上與示威者裝束類同的衣物 背面更加射有干事口號 前面寫有暴帶抗爭等字眼 十分搶眼 有大相口罩等裝備 因為當時未有疫情 相信被告是想隱藏身份 陳官又援引唐英傑案指 被告衣服人有的字眼可以煽動分裂國家 直接衝擊基本法 直接被告抗爭用心 超然若揭 是核心知事分子 重犯機會相當高 陳官又稱 當時有人辱罵警察 氣氛緊張 正常人不會在逗留 被告並非巧合地出現 而是以此壯大他人膽量 肆無忌憚地破壞社會安寧 最終令普世寬騰的平安夜變得不平安 相互蒙受損失 血本無歸 辯方呈上被告母親和兩名醫生的求情信 此被告因為案件備受煎熬 陳官就駁斥被告救由自取 亦非減刑因素 認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以科生犯法都要付出代價 由於被告不認罪 毫無悔意 不可以將他稱為出類拔稅 最終兩人監禁一年九個月 因為審訊時節省法庭時間 將懲扣扣減後 判籌一年八個月